I'm a young doctor 我是大医生 我是大医生 今天一开始要考验大家画画的技巧 今天我们要画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动物 什么 要画一只猪 哇 你不是要字画 对 我那个邀请现场的 还有电视之前所有的观众 跟我们一块拿出纸跟笔 我们一起来画一只猪 通过每一个人画的猪 就可以反映出它的性格特征 就是你心目当中猪长什么样子 是画什么样子 王晨刚 你这是猪头肉吗 你很帅了 你到底要怎样 你小学的时候有没有上过美术课吗 你知道吗 我小学的时候人都说我画好看 罗安医生学乎画画 罗安医生 罗安医生 哎呦 好可爱啊 太卡通了 还不错吧 王晨刚 干什么 我有说错他吗 是不是报仇 这也太难看了吧 看看李医生的 来来来来 哎呦 李医生的猪长了鸡爪子 李医生的 看起来很阳光哎 好自信啊那种 眼睛小了一点 我觉得李医生的这个猪加上签名 只有签名显示的出来是哈佛不是后 整个猪看出来的话就是没有那么 来 我们现在邀请现场所有完成画作的观众 把你的猪举起来给我看 这猪好 还有那个猪肉分解图有没有 这些是老鼠画的一样 哎呦 这跟我说话 不是 还有很多很像蜡肠狗 对 哎 阮大夫 阮大夫 我真的发现了一个好有趣的 我们那位穿绿色毛衣的阿姨 对 就是您 阿姨 您来 不用腼腆 没关系 来 给一个特写 我好震撼 你知道吗 这是头什么驴啊 现在告诉大家 其实通过每一个人画的猪 就可以反映出它的性格特征 阿姨 我们找真正的心理医生 帮您分析一下 看看您这头驴 不是 我们想看看您画的这个猪 到底代表了您的性格是怎样的一个人 同时也希望 分析一下我们几位大医生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要欢迎的是 武警总医院急诊科心理医生 石瑜老师 欢迎您 好像有这么多人都画了猪 我们先从阿姨的这头驴分析器 这头 就能说明阿姨什么样的性格特征 性格特征倒说不出来 我觉得绘画水平确实一般 王大夫没礼貌 每个人画出来的一个猪的形象 就是他内心的一个性格上 有一些投射在里面 头的方向 一般我们画猪的头朝在左边还是右边 我们能看出人是保守的 还是一些比较创新型的人 头朝左边大部分指的是 我们经常是那种比较保守的人 容易画出来头朝左 阿姨的这个是头朝 头朝左边 头朝右边的是我们经常追求一些 比较新鲜刺激的一些东西 勇于创新的人容易画成头朝右 但是还有一部分 我看到刚才的观众 他的猪的是站起来的 而且头朝前的 这样的人比较中规中极 来 相当不错 看到了吗 这样的 很可爱 好可爱 对吗 我相信这幅画的作者 应该是年龄比较小的 谁画的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画得很棒哦 谢谢阿姨 谢谢 来看看我们几位大医生的 我特别关心他们的内心世界 施老师 我们先来看月月这幅图 月月的这幅图 跟她的性格就非常大的相关 她画的是这种比较卡通的猪 说明她平时的性格 也是相对活泼开朗 这些比较年轻的一些性格特别 我们看她的猪尾巴 转了好几个圈 还画了一个小的蝴蝶结 包括这上面也有 所以说月月这种性格 应该是比较重视细节的 鸾大夫的这幅画 鸾大夫这个 就是人生启蒙的那个卡片 请教大家来认识小动物 这个就是猪 好写实啊 这幅画 跟我在心目当中 鸾大夫的形象 真的是蛮像的 鸾大夫是整形医生嘛 对啊 所以说她的猪的这种比例 看得清楚啊 就非常的写实 比例啊 大小啊 都非常合适 所以说也能投射出 鸾大夫的性格当中的 这种追求完美啊 或者说她的这种细节的把握 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的 来 你完全不用给她留情面 真的 就是这种画工 还好意思上电视 王大夫是急诊科医生啊 他们经常是半夜 可能就不能够梳洗打扮 我们就要冲上去 去想救啊 去做一些突发事件 王大夫这样的 稍微邋遢一点的形象 我还能够容忍的 我还想问一下 你平常是戴眼镜的吗 平时戴眼镜 对 所以说我们画的猪 最容易画出来 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 平时的样子 就像这种 这么糊弄事的这种画法 是不是也是 就代表她性格当中 浮鼻潦草的一部分 王大夫跟短大夫 他们俩做了一个 鲜明的一个对比 我们能看到 内幅图的这小猪脚啊 或者一些细节 画的都非常的明显 但是王大夫呢 他把这个小猪脚一比 所以说他不是很注重细节 他觉得可能是在 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 抢救啊 首先当然是保命了 对啊 把病人先救过来 雷厉方形 可能后续我们再做一些细节的 一些修补 他从猪上就有看出 他们两个差别来 就是那个很急 这个很注重细节 好的 来 我们来看李医生 李医生这个真的好妙啊 鸡爪子 这是什么 这是我注重细节的表现 他画的图图 跟他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别 刚好应该是李医生画出来的 因为他在外表上面 特别的细节非常重视 当一个人在工作上 或者说我在穿着上 细节精益求精的时候 那么他画作上面 如果还是这样的状态 我的各个角度 我都要非常的抓细节 那么他是非常痛苦的 也非常累 我不是把那个细节 全用在我的外表上 我是用在我的病人 和我的工作上 画猪方面可能就差一些 对 有的时候紧 有的时候松 好的 掌声感谢石老师 谢谢 好 画作当中反映得出的是 我们的一些性格的特点 但是你说 又是什么决定了 我们的性格是这样的呢 我们的性格跟雪形 是紧密相关的 是吗 我以为雪形和星座 只有这种小女生 他又去玩呢 这个还在医学上 真的有研究 既然说到了雪形 你们知不知道 雪形是怎么来的 不知道 还真的不知道 我们就用这个小片来告诉你们 雪形来源的传说 欧形雪的祖先是公元前四万年左右出现的克罗马尼亚人 他们以原始狩猎为生 也以肉食为主 大约十万年前 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只有欧形雪的人群 在中国欧形雪的人数占百分之三十一 A型雪 A型雪出现在公元前两万五千年前的亚洲或中东 农耕成为它们的主要生产方式 它们以果实为主要食物 但同时又驯养禽兽 A型雪是第二种最常见的雪形 占中国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二十八 比起O型和A型 B型是人类学上较晚期才出现的雪形 B型雪产生于公元前一万年到一万五千年左右 原始人为了生存 开始由热带草原迁移到喜马拉雅山周边 寒冷的气候和贫瘠的地理环境 加上新的食物结构 催生了B型雪 B型雪占中国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二十四 A B型是A型百种人和B型蒙古人结合产生的新雪形 诞生在一千年前 是最晚出现且最稀少的雪形 只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左右 这个小哥很有意思 但它只是一个传说 但是我想知道几位大医生都是什么雪形 我们转过去 然后把我们自己的雪形贴在身上 然后再转过来 我笃定王成刚跟我绝对不可能是一个雪形的 当然了 来 我们三 二 一 转身 怎么样 我说什么来着 我就说我们三个一定都是非常杰出的A型鞋啊 就是有些人他就一定要是B型鞋啊 B型鞋怎么了 B型鞋很好啊 你讲讲B型鞋的好处 就像我这样啊 B型鞋有什么样的好处 你看长得非常漂亮 帅子啊 这倒也是 B型鞋的人可能 可能他会比较博爱一点 就讲的好听是博爱 讲的不好听是花心 黎医生 什么情况 大家都不同意吗 你是A型鞋吗 怎么老往下掉啊 黎医生你怎么了 我怕这A型鞋掉了 对 这就是A型鞋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他非常的严谨 他不允许自己出错 但有人做过实验 就是不同血型的人 在的确遇到很多事情上 他会有不同的表现 是真的哦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的特别调查员李然 来到了家园实验艺术幼儿园 和小朋友一起做一项测试 测试把不同血型的小朋友 分成四组 李然分别给四组孩子上课 然后打翻教室里 很重要的一盆花 来看看不同血型的孩子 会有不同的反应吗 测试开始 首先参加测试的是A型鞋 A型鞋的小朋友一进教室 就十分活跃 新的老师有请 我来这儿呢 其实是给你们来上一节课 上节英语课 在跟着李然学习英语的时候 小朋友们的情绪更加高涨了 A型鞋的小朋友反应相当剧烈 下一组是B型鞋小朋友 他们一进教室 就和A型鞋大不一样 B型鞋的小朋友 居然没有什么反应 B型鞋的小朋友 欣然同意了李然的请求 他们真的不会告诉老师吗 接下来是极具正义感的O型鞋 这个小朋友竟然走到前面 指责李然 做错事一定说出来 不会包庇任何人 最后一组是AB血型 他们的行为举止 表现得就很怪 这个小朋友明明说好原谅李然 谁知道转眼就给老师打了小报告 AB血型人的性格 果然出乎我们意料 通过这次实验可以看出 不同的血型做事风格 和对人的态度明显不同 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吧 就是不同性格的小朋友 不同的血型 然后不同的反应 看来每一种血型 真的表现是完全的不一样 对啊 作为心内科医生 我们平时接触很多的 像高血压 冠心病这些病人 那么他们有一个 非常普遍存在的问题 就是脾气很激躁 对 还发现A型血的人 是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 李医生 不同的血型 跟不同的疾病有关联 谈到血型跟疾病的关系 我们也要挂一个专家号 我们请到了 北京回龙观医院的院长 杨福德教授 杨学长是我的老朋友 我们在养生堂 聊过很多次 每一次杨学长来 我都特别紧张 因为杨学长 真的有一双透视眼 这话怎么讲 就是你这个人 在他面前说五分钟话 他立刻知道 你是什么脾气 什么性格 然后就会想到说 跟你这个性格 可能会有关系的 很多疾病 刚才李医生已经讲到 说A型血的人 可能会跟一类疾病相关 我先来问一下 今天现场 A型血的人请举手 我看有多少A 1 2 3 4 5 我们身上老师都跟着举手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A型血 好不好 我们具体看一下 A型性格的人到底什么样 首先看他第一个特征 好胜 增强好胜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刚才大家说的 为什么A型性格的人 心脑血管即便容易多发 因为我们的虚压也好 心脏也好 脑血管也好 大概是越平稳也好 过于的急躁 或者过于的发脾气 我们的血管会张开 我们的压力会增大 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问题 尤其是突发问题 可能容易增加 我觉得李医生 从来没看他发过火 您觉得我是一个急躁的人吗 我除了有好胜的 其实外表纯健的人 不见得内心没有冲突 李医生平静的外表下 隐藏了一个框叶的内心 而且就急躁这一点 我觉得我的急躁 在我们台里是出了名的 该归我管的 不该归我管的 我全部都要催 东华老师可不可以 我们老师来来来 话筒给我们试一下 来来来 我们先等下 道具老师马上 就是这是我的频率 我一旦进入到这个频率 别人很难打算 所以您应该拉双倍工资 我们也应该多发电待遇 这个杨院长提到 有的人内心可能和外表 表现的不是特别一致 这个你可以通过一个 非常客观的指标 看看他内心是不是狂野的 什么样的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给自己耗一耗脉 心率 就是我每分钟的脉搏 是在60到70次 这是一个理想的心跳 所以咱们现在自己 摸一摸脉搏 或者你面对一个表面 很平静 内心很狂野的时候 然后想要看他是不是这样 就摸他的脉 摸他的脉 如果他心跳只有60到70次 说明他并没有内心的狂野 那是不是 我想看这个男生 对我没有动心 我就去摸他的脉 如果他还跳那么慢 他根本就不喜欢我 你就跟他摆摆了 是不是这意思 你给你掀桌子啊 你没摸人家慢 人家还不快 你摸人家慢 人家快了 我们再看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哎呀 这就是卵医生啊 卵医生 真的很奇怪 就是说你比方说 我们面对病人的时候呢 第一我们要非常谨慎 为什么呢 我们面对一个生命 有的时候呢 又会很急躁 尤其是我的学生 出了问题的时候 我做什么不对的时候 我会非常非常地急躁 哪怕一个检查项目忘了查了 那都会非常非常地着急 A型人的人特定有什么 责任感特别强 他必须把这件事情做好 他对得起所有人 但是他又怕做不好 完了让所有的人失望 丢面子 所以他必须这样 万事都要谨慎一点 小心一点 所以A型这个血型的人 是不是容易 更适合做医生这个职业 特别适合做医生 特别适合将来做院士 当大科学家 哎呀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A型血的人 这个度把握不好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好不好 那么A型的问题 就在我下面这个锅里 这什么东西 你的马桶 嗯 里面还有一坨 真的有一坨 好吧 就算是里面有一坨 说明什么问题 A型血的人 极易患便秘 就A型血的人 你会发现 他总是在忙碌当中 不太规律 嗯 所以这样的情况 很容易出现 大病干燥 病庇这样一种情况 因为我们一个人 在兴奋紧张的时候 消化到分泌的腺体会减少 我们的腺体分泌都被关闭了 所以胃上的液体会减少 嗯 有可能会导致大病干燥 我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 这个可能也跟这个A型 好胜谨慎急躁 一到紧张的时候 或者是有一点什么应激状态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有这种溃疡病的症状 就是反酸烧心 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我最严重的时候 就期末考试 我拿起我们那个大内科那本书 只要一打开那书 马上就感觉到 尾酸一口酸水就能涌上来 多好胜的学生啊 其实我们N型性格的人还真得注意 因为便秘的人消化系统是有影响的 尤其是容易得降脂肠癌啊 这些情况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解决方法 这是香油 当然拌什么菜 黄瓜也是一种菜啊 剥剧啊 剥笋啊 什么东西都可以 另外一个就是吃一些 富含纤维素的东西 这样也会促进我们消化到的蠕动 还有一个 其实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 还是要让自己的压力减下来 要电池排便 减成一个定时排便的习惯 我觉得才根本解决方法 第二种容易患的疾病 就没有便秘这么简单了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一颗破碎的心 等一下 黄振钢 你是要引试我们A型级容易失恋吗 失恋 但你身上倒是挺有那个什么的 不要再对场合照着我好吗 我是个急躁的人 那是你很急躁 怪不可以失恋那么多次 这个呢 指的是A型血第二种容易患的疾病 是心脑血管疾病 争强好胜 这种性格或者这种脾气 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 实际上是跟它体内交感神经系统的 过度兴奋是有关系的 那交感神经系统兴奋以后呢 就会带来心率快 血压高 血管收缩 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 非常重要的因素 其实心脏疾病不单纯是气质性的问题 还有一种叫假性心脑病 就是这些人会表现心血管系统典型的症状 也会有胸痛 甚至会有憋气 所有的肌性症状都出现 检查 发现不了有任何阳性体征 但是它表现得很真 很切 所以这样的人 也是一种心血管系统的症状表现 但是它是与心理障碍 而不是与气质性的心脑毛病 我自己就有这种很好的病例 很典型的病例 有一个非常年轻的病人 我记得当时我在这个病房当主治医 那这病人大概是四十多岁的一个男病人 他就是觉得自己胸痛 他怀疑自己的冠心病 说我昨天晚上犯了一次病 你就不知道疼得我全身出汗 我们说你怎么疼呢 他说我疼的是一个狼舌舔心 它的原话吗 你没有加工过吗 就让你感觉到狼舌舔心 是一种拉你的这种 拉你心脏的这种 心理障碍那边人 会把它描述的特别形象 特别具体 而且过大了 而且它真的有可能会被放大 但真正心脏边的人 它只是这种感受 它根本没有办法去描述 这也是区分的一个好办法 那么谈到饮食 对于这些这个N型血性格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还有一些小经验 跟大家分享 好 看我的白宝箱 大家看到了 这是木耳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生燕麦 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呢 这个病人呢 经常是高挡固醇血症啊 或者血液是一种高凝状态 那这个木耳有一定的降低挡固醇 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作用 那么这个生燕麦 这种膳食纤维 对我们心血管疾病呢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特别是这种生燕麦 加工过的那种 冲的那种燕麦片 可能它的作用呢 远远没有这种生燕麦要好 综合一下嘛 比如说可以用黄瓜拌上木耳 再拿点香油滴在上面 就把我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但是那个生燕麦是怎么吃啊 是生着吃吗 那生燕麦可以煮粥吃 除了饮食调整运动以外 可能我们从心态方面 也需要做一些调整 就是要学会控制 所以一个人把自己的脾气发出来 那叫本能 每个人都会 但一个人能够把自己要发的脾气压下去 那叫本事 所以A型人还要学一点控制的本事 A型血就是要把好胜急躁跟谨慎 都控制在一个肚上 乱医生啊 不要太谨慎啊 不要太好胜啊 不要太急躁啊 不要太急躁 好了来赶快下面 赶快 抓紧时间 快点 快点啊王志光 快点啊 马上到下面了 A型完了呀 A型完了 B型啊 我已经改得了了 我已经 干嘛呀 你不要这么急躁好不好 那我把B型血的小人拿上来 是B型血的人举手示意我 我看一下有多少B型血 手举高哦 真的耶 比A的人要多一些 愿意到这个场合来的人 应该是B型血 感受氛围 他愿意掌握这些设计 所以我们现场观众会B型血多一点 对不对 好 那也让我们来贴一下 跟B型血一观的 我们看一看B型血倒有什么特点 好吗 B型血 所以刚才看到王医生 他为什么那样 为什么 为什么哪样 就是你怎么说他 他都不生气 他总是想表现得好一点 所以总是把任何事情 做得圆滑一点 他心甘心愿 所以我看得出来 好像你对他们三位不一样了 对王医生好像稍微好一点 真的吗 真的真的 您看出来我对王医生 是格外好一点是吗 好像 因为你看一上场 你光跟他们说话了 那两位医生你好像几乎没有关照过 是这样吗 暴露出你的内心深处的想法 闭嘴 可是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做得很圆滑 所以他付出了很多 他应该得到别人的更多认可 第二个特点 我说什么来着 我刚才说你们花心 你们都不相信我 对不对 月月说是花心 我从来不敢这么说 他叫情感丰富 怎么讲 该高兴的时候就能够很快地高兴起来 完了该生气的时候 他也会很快地生气 你们是这样吗 很容易就表达自己的情绪 今天就发生一件事情 家里人不让我养猫 但是那只猫 实际上已经跟了我八个多月了 但是我妈妈说 如果你不把猫送走 我就把你送走 后来我一想 没有办法 我还是把猫送来 你真的把猫送了 对 但是我走在门口的时候 只有B型学习空着出去的 如果是A型学 可能不会同意的 A型学我坚决不会送的 对 所以它是B型学 爸妈回家了之后 我再把她拿回来 她不会看这期节目的 这个这段能不能擦掉 我们再看他的第三个特点 完了这第三个特点 更像我们王医生 刚才在上半场的表现 其实好多事情忙忙碌碌 做的都不太对 但是无所谓 王医生有一次录像特别厉害 那一句话 他在第四个字已经说错了 但他继续往下说 那一句话好长好长 从头到尾一直在错 但他坚持说完了 他完全不太在意这些小细节 因为这个东西不重要 重要的是把节目做完就行了 其实我觉得 这挺好的一个性格嘛 是 这是一个优点啊 所以几乎这三个 真的都是优点 我就知道B型学的人 优点很多 是不是B型学的同志们 对 但是B型学真的没有缺点吗 其实肯定有 他可能有一个致命的性格缺陷 就是这样一个特点 就比如说王晨刚 你有一天如果谈恋爱了 你有两个女朋友 你就选不了A跟B 两个女朋友这么多 谢谢 两个事情都很想去做 很喜欢 但是只能选择其一 这时候我们内心冲突是很强的 在这种情况下 会表现得忧虑不决 这种无法做出决定的过程 越长 你会越痛苦 如果你一辈子都在忧虑不决当中 你就找不着媳妇了 说得好 杨长说得好 你觉得你是一个 忧虑不决的人吗 王晨刚 大事是 小事我不拘小节 可能A型写就会好一些 A型写是完美主义的 A型写是特别容易做决定的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圆滑情感丰富 不拘小节 犹豫不决 我们来看看有可能 因为这些特征会造成的 跟疾病相关联的一些表现 王晨刚 你圆滑情感丰富 不拘小节 犹豫不决 体现在一张床上是什么问题呢 睡觉呗 失眠 对 失眠 对了 我说的就是失眠问题 我们来问现场 并且写失眠 有失眠问题的人 举手示意我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还真有很多年轻的观众 他最大的问题是因为 总是不停地在思考问题 我们说失眠是什么 是情绪上的失眠 是你情绪不够稳 或者情绪太丰富 所以以至于我们的大牢 一时半时进不下来 才会表现失眠 成刚这边见汗了 见汗了 是说对了是吗 实际上平时是有失眠的时候 真的 不过我有治疗失眠的小妙招 我们来看一下 酸枣 酸枣仁 老看养生糖的观众 肯定知道酸枣仁是做什么用的 对吧 好多阿姨都点头了 酸枣和酸枣仁里面 还有丰富的黄铜和皂肝 这两种物质呢 都有一定的镇定安神的作用 因此多服用这样的食物呢 会对失眠的人很有帮助的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酸枣仁 泡水 带茶眼 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镇定 安宁 然后助眠的效果 当然我觉得成刚 如果你改变了 犹豫不决 可能会改善一些 少想一些事情 对不对 我们来看 下一个可能跟 B型血相关的疾病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 对吗 我也不知道 白色的实际是一线 是说B型血的人容易出现 一线上那些问题吗 发现患有一线癌的病人 他们属于B型血的人的比例 占的比较大 一线癌啊 那可是癌中之王啊 因为他的死亡率非常的高 过程非常快 治愈率非常低 如果你长期的这种暴食 暴饮 那么就有可能加重你一线的负担 时间久了以后呢 就有可能产生一线癌 但是针对这个问题 我早已经有了自我的提前防范 谁让咱是大医生呢 看 喝酒啊 戒酒消头 头更头啊 又开始饮食 这个意思是让大家不要喝酒 尤其是一线癌 发生机率跟饮酒有很大关系 暴饮暴食 其中的饮就是指喝酒 喝酒之后呢 一线的十二指肠大乳头 容易紧取水肿 暴饮暴食 又促进了一夜的分泌 所以很有可能暴饮暴食会患上一线癌 所以呢 不要饮酒 不是让大家去饮酒 过量的饮酒 本身就可以导致急性一线癌的发生 而这个一线癌 如果说你不加以控制的话 就会形成慢性一线癌 慢性一线癌 如果时间再久了 就容易产生 或者是诱发一线癌 所以这个呢 跟一线癌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再来说说O型 好多人说了O型应该是很随和的吧 O型应该是很完美的吧 有人说了O型血不是万能血吗 需要书写的时候 好像都是说找O型血的人 那是不是这样呢 我O型血的小人摆在这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 O型血的人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呢 我们场上有没有O型血 我们 杨院长是O型血吗 那请杨院长自我剖析一下吧 那我们先看看吧 其实 其实杨院长也是有过一段浪漫的爱情 所以我们想象O型血 你看看他这个外形 大概就会让你有无限想法 所以你看那个A型 特别有特征 一直往上 对 B型就是模仑两可 模仑两可 O型是自己让人有无限想象空间 它更多的是浪漫 就是第二个特点 就是他性格上比较开朗 想得开 比较容易接纳 所以你看他在书学的时候 他曾经被称为万能书学者 他可以无限地去 带给大家更多的快乐 第三个特点 就是他的比较本质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 A型跟O型是有交集的 就是老师会希望所有的事情 在自己的掌握当中 才会比较有安全感 我们看到O型血的性格 也并不是非常的完美 但是最近我们却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说法 说O型血的人比较长寿 真的吗 我们去看一下 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 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为69岁 其中O型血人拥有最长寿命 几乎达到87岁 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76岁 物理学家牛顿84岁 英国前总统邱杰尔91岁 发明家爱迪生84岁 他们都是O型血 杨院长您是O型血 所以您对这个O型血 会长寿的说法持什么样的观点 我当然是特别高兴听到这样一个消息 但是确实还是有证据表明 O型血的人是比较长寿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他不太容易得了一些导致过早死亡的疾病 比如说心脏疾病 脑胸管疾病 肿瘤 都是因为他的性格比较开朗 而那比较随和 他就不会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 这样的人 他有可能会跟什么样的疾病发生关联 我其实太想不出来了 一个浪漫的人 一个开朗的人 应该是不会生病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O型血的人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容易患消化性溃疡 大概确实跟他的性格特点有关系 因为他热情奔放 他的代谢率是高的 包括胃酸分泌也是增强的 有数据调查O型血的人 胃酸分泌是多的 就跟胃溃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胃 有一层保护膜叫胃十二指肠屏障 这个屏障呢 在胃酸的一个过度的分泌下 是会破坏掉的 胃酸破坏掉这层屏障之后 就继续向下破坏 破坏的就是胃的实质 于是呢 就形成了你手上 现在这个胃前面这个溃疡面 那如果这些人同时服用一些药物 你就要小心了 我们说常用的一些解热阵痛药物 特别是阿斯匹林 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对胃黏膜的一个破坏作用 下面呢 就是针对于O型血的 胃溃疡的解决方法 我们看是什么 啊 饼干啊 苏打饼干 苏打饼干 对 针对于O型血这种 胃酸分泌过多的现象 用一些食物来中和 碱性的食物就是最好的选择 你比如说像馒头 含碱类的 比如说这种苏打饼干 都蛮不错的 O型血我们就分析到这儿 我们来看 AB型血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现在我们看到 AB型的小人摆在这儿 ABAB嘛 它肯定是 就是A跟B 交融在一起的 是这样吗 杨院长 或者是某一期端 或者是混合体 所以AB型是最复杂的 它的人格特点是最复杂的 所以它是比较纠结 其实我们很多人之所以出现心理问题 一个很大的内心问题就是纠结 无论是对爱情 还是对工作 对生活 对交往 对购买东西 它总是处于纠结当中 所以它会有内心矛盾冲突 冲突越大的人 越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或者精神问题 还好我不是ABC ABC另外一个特点 非黑即白吗 它的极端是 它往往是偏A或者偏B 如果偏A的话 会比A表现得更极端 偏B的话 比B表现得更极端 所以它可能会比我更急躁 或者是比王成刚更加不拘小结 所以这样的话 就会更不容易控制 它有内心总是纠结 完了表现得又比较极端 它还有一个更加奇特的这种特点 它的想法有时候比较古坏 所以AB性格的人是特点特别突出 不是A也不是B 但是它坚由A或B的极端特征 所以它在行为上 情感上或思维上 有可能都会表现得极端 或者比较古怪 所以这样的人你会发现 它很容易得什么病啊 这都快得精神病了吧 又是纠结又是极端 又是分裂又是古怪 AB性格的人 据流行病学调查 发现换我们精神科的一个病 叫精神分裂症的比例比较高 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精神障碍 什么是精神分裂 是说我的一个身体当中 有两个自己吗 它的思维 情感 行为 相互之间是不联系的 比如说你想一个高兴的事情 你会情感表现得高兴 你可能会行为上表现得愿意去做 精神分裂症病人是 全都是特结的 是分开的 比如说他认为自己是百万富翁 但是他没有任何高兴的表情 他行为上可能还在地上捡垃圾吃 其实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话来解释 就比如说你问我 王成刚你最近这两天过得怎么样啊 我就会告诉你 我和王成刚过得都很好 讲到这 AB型的人都吓死了 其实我们不是说 AB型都有可能跟精神分裂 这么严重的疾病相关 我们只想告诉大家 对于纠结极端还有古怪这些 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一些 不适表现的情绪特征 要想办法去控制它 当这些不良情绪或者是不良反应 出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要减少这种极端或古怪的思想和行为 所以这时候要学会跟人交往 要学会是模仿身边人的一些行为 要建立极其的一些人际关系 要善于调整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认识 AB型只有缺点 难道就没有一点优点吗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古怪 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新能力的表现 有一些奇思怪想 有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情 他能想到 所以往往AB型的人 更容易做出巨大成就了 我们历史上不乏一些大的艺术家 大的文学家 甚至大的科学家 都是AB型血型的人 AB血型的人虽然思维古怪 但往往就是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有助于他们成为有巨大成就的人 奥巴马第44任美国总统 也是第一位非裔美国总统 比尔盖茨微软公司的创始人全球首富 美国著名古神巴菲特 国际功夫巨星成龙比连杰 也都是AB血型 以上五位都是在自己的领域做出巨大成就的人 性格决定命运 只是一部分 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强调 叫心态决定命运 而不是强调性格决定命运 你有什么样的心态 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明白了 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杨院长 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了解自己 谢谢杨院长 谢谢大家 下面我们来请各位观众起力 然后看大屏幕 看这个图 以后再告诉大家是做什么 下面呢 请看到这幅图 是静止的观众朋友们 坐下 看到这个图 是转动的观众朋友们 请站着 李医生 看到这个图 你有什么感觉 我感觉它在转 感觉它在转 好 月月呢 我觉得它是停一下 然后转一下 停一下转一下的 我基本上看就是停着的 不动着 鸾太夫看的是静止的 静止的 怎么看也是静止的 其实这个图呢 是说明一个很重大问题的一幅图 通过这个图 可以判断出你们一些很重要的疾病 什么疾病啊 什么疾病啊 说什么选 这幅图呢 是表明 你们现在 是不是正在承受压力 这幅图的名字就叫 如迪风火轮 我跟你主持节目 真是我这辈子压力最大的一件事 我觉得你别分析了 你分析得我好有压力 我们掌声请出 石瑜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 欢迎石老师 请你来跟我们说一说 有的人看到的是 在疯狂转动的 有的人看的是 静止的 我看到的是 十二转 十二静止 说明什么问题 在美国 他们曾经用这样的图片来对这种犯罪嫌疑犯进行测试 据说这些犯罪嫌疑犯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他看到的这幅图是飞速地旋转的 如果是你的心里正在承受这些压力的话 它可能就是一个动态的图 那我们要看一看 看这幅图啊 它动或不动 跟哪些方面是有关系的 如果以压力非常大的话 可以想象啊 我们的眼睛应该是来回晃动的 我们的瞳孔的放大和缩小的这种变化非常快速的 所以说看到的它转动应该也是非常快的 所以也是能够反映出我们压力的大小 说到压力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大医生 其实压力是很虚的一个词 你又看不见又摸不到 又不是肿物 又不是皮疹 压力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生活中呢 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小异样 也会告诉你 你的压力大了 首先这是牙龈炎 为什么会得牙龈炎呢 就是因为我们压力大的时候 会降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容易在口腔细菌滋生 导致牙龈炎 可以出现牙龈的出血和感染 第二个表现脱发 脱发跟很多的因素有关 比如说体内激素的影响 工作的压力非常大 或者是非常劳累的情况下 都是脱发的一个诱因 我高三的时候 就是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我有一个同事的孩子 没考好 一夜之间头发掉了好几块 我们叫什么鬼剃头 还有白头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好 我们看压力的第三样表现 就是下巴疼 在压力很大的时候 通常你会不自觉地去牙关紧咬 而且在睡觉的时候 有时候有的人会有磨牙的现象 这都是导致下巴疼的一些原因 所以说压力真的是一个无形的杀手 如果你承受很重的压力 无法排解的话 说不定有一天就会有疾病找上你 既然大家压力都那么大 那怎么办呢 想办法来减压 我特别问了很多人 现在目前我面前摆了一二三四 四个盖子下面有四种不同的味道 其实有一种味道 真的是可以减压的 但是到底是哪一种 我们首先先挑 然后再尝好不好 放到我面前了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挑李医生这股 放到这个 那好 剩下的我要这个 来 我们换位子 好 来 然后要请大家把眼睛蒙起来 因为我们要 还不要看着 对 要尝到这个味道 可以吃了吗 好 我先开始好了 我觉得我的整个下颗骨都已经 好 反正只要除了臭豆腐的话 其他我都能接受 好了吗 你们都都品尝完了吗 我们来把这个眼睛拿来看看 我们都知道的是什么 我就知道这个什么怪东西 辣的辣椒就会摆在我面前 这是买给成章的 对啊 苦瓜好好吃啊 我的这个特别酸 一口下去之后 我整个脸都麻了 怪不得卢医生一直说 我能再来一口吗 我们来问问知道是哪一个味道是可以帮助减压的呢 李大夫的辣椒 辣椒可以缓解压力吗 我们都说一般会用这个酸甜苦辣咸来形容这个五味杂陈 应该是五种味道是不是 对啊 但是要告诉大家其中味道只是有四种 其中有一种不适 啊 酸甜苦辣咸有一个不是味道 唯独辣它是其实是一种痛 是一种发热的感觉 所以说它不是说在我们舌头上能品尝出来的 而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感觉了 为什么吃辣椒然后就能缓解压力 很多人在缓解压力的方式 都是用于一种类似自虐的方式 就是让自己暂时的不舒服 我们听说过有蹦疾 把自己要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 一下子蹦下去 有一种快要死掉的感觉 包括在路上开快车都是自虐嘛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吃辣椒呢 那是因为啊 这叫良性自虐 我们但凡选择的这些方式 都是看似让我们有些痛苦 但实际上是比较安全的 刚才听到史老师说了 吃辣是良性的自虐 那其实刚才也听到您讲到另外 就是很多人喜欢通过开快车的方式来发现 他们真的开上车之后 就变成了非常彪悍的女人 他们就会一直不停地在念叨 一直在碎碎念 就是一开上车就很气愤 路怒是什么意思啊 一定要上路 还有一个是在车里 我在车里面是完全密闭的 是保护的一个空间 好像像回到我们妈妈的子宫里的感觉 有一种这样被保护起来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的脾气就有点现场 虽然什么也不赢 什么也不争 但是你会发现你还是想跟他争个高下 特别难以去抑制那种 就是一直要盯车盯得很紧 然后不想让任何人加三 然后如果人家超过我之后 我就很生气 然后一定要再找到一个红绿灯 然后把那口气蒸回来的感觉 所以我就是一个典型的路怒症 如果是路怒非常严重的话 它不是说我们暂时能够缓解情绪的问题 而是脾气会越来越紧张的 这样的话 在路上的危险系数就要提高了 所以要找一些更安全的方法 谢谢这个 这个太够引了 真的 这就是你压力大的时候 你就不停地捏它 然后让它发出这种声音是吗 对 这个声音太难听了 我跟你讲 你听听这个 这个好萌啊 小黄仁 小黄仁 其实这个很有故事呢 是我们一个进修医生 人家送他的礼物 我们一个医生就老去捏它 后来好多医生都去捏它 当这医生挨了批评以后 就特别愿意没事去捏它 这声音实际上很多人就是说 他自己想发泄的那种声音 他但是在办公室里面 他又不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来 就借他的嘴 把这个声音发泄出来了 谁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就先按他两下 段大夫 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医生的压力是有多大 头发都掉光了 小疾病 大隐患 生活细节竟是致病原胸 乳腺增生会最终转化为乳腺癌 内衣选择大学问 你会穿内衣吗 它跟我们女房的健康有关系 胸罩 本身就没什么胸 完了以后还都带这个 带钢坡的这个胸罩 不是连胸都没有 为什么要带钢圈呢 自检自测 帮你远离乳癌侵袭 里边好像有颗粒状 大摸到问题了 北京卫视3月18号 晚22点 我是大医生 敬请期待